意大利第四季疫苗全民开打 各地区预约方式详解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随着夏季政策的松绑 疫情确诊人数有增无减 意大利不得不再次推出第四季疫苗 为每日破万的日增人数降降温 第四季疫苗已经于7月11日面向体弱者 60岁以上的所有人群开发接种 不过每个大区实行的规则都不一样 不少大区的疫苗则是向全民开放 为了避免再次停工 如果街友们从事着密切接触人群 有感染风险的工作 那么接种第四季疫苗则很有必要 意大利目前提供的疫苗缩减几媒两种 辉瑞和莫德纳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现在想要接种疫苗需要如何预约吧 各位街友们根据自己所在大区对号入座 坎帕尼亚预约疫苗 在坎帕尼亚第四季疫苗毫无保留地向所有人开放 您可以直接联系卫生中心或疫苗接种中心 预约时只需携带您的健康卡即可 茉莉赛预约疫苗 在茉莉赛 所有人群都可以预订 可致电0874186600或发送电子邮件提出疫苗接种请求 卡拉布里亚预约疫苗 卡拉布里亚卫生部通告中指出的预约方式为 通过药店获取预订 也可以通过PostItalian的平台预订 对于家庭疫苗接种 只需通过电子邮件或直接联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紧急情况的地区技术小组 巴西利卡塔预约疫苗 在巴西利卡塔 所有人可以通过PostItalian的平台进行预订 同时巴西利卡塔ASP规定 12岁及以上儿童的第一剂可以免预约 而5至11岁儿童的第一剂需要预订 拉奇奥预约疫苗 在拉奇奥 早在7月13日就开始为60岁以上和12岁以上的体弱者预订疫苗 可以通过区域平台和家庭医生进行预订 对于家庭疫苗接种请求 您可以联系免费电话800118800 艾米利亚罗马涅预约疫苗 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第四剂疫苗只能在疫苗接种中心和全科医生处接种 预约后将有一条短信通知第四次接种的日期和地点 任何想要更改预约的人都可以按照消息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同时可以在Cup CupWeb PharmacyUP CupTel 电子健康记录 ERHealth应用程序进行预订 皮埃蒙特预约疫苗 从7月14日星期四开始 60至79岁的人将能够在门户网站上 预先获得第四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苗的接种 预约后 他们将在10天内收到来自ASL的预约成功短信 同时 从7月15日星期五起 市民也可以向有疫苗接种的药房预订疫苗 最后可以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同样也可以预约疫苗 阿布鲁佐预约疫苗 从7月13日起 在阿布鲁佐 整个地区的居民均免费接种疫苗无需预订 除了疫苗接种中心外 市民还可以前往在先前已经加入疫苗接种活动的药房和家庭医生 直接接种疫苗 托斯卡纳预约疫苗 从7月12日起 托斯卡纳地区的门户网站上 可以开始为60多岁和12岁及以上的身体虚弱的人预订疫苗 同时也可以在托斯卡纳的药房预订疫苗 利古里亚预约疫苗 利古里亚 从7月18日中午12点开始 60岁以上的预订平台将开始开通 同时还可以拨打免费电话800938818进行预约 伦巴蒂预约疫苗 在伦巴蒂 仅对60岁以上 12岁以上 体弱和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开放预订 可以在专门的在线平台上 拨打免费电话800894545预订 还可以在post detail in的平台上预订 福留利威尼斯预约疫苗 在福留利威尼斯朱利亚 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预订 授权药房 区域呼叫中心 网络应用程序 威尼托预约疫苗 在威尼托 您可以通过区域门户网站预订疫苗接种 也可在其中寻找可接种疫苗的药房列表 强烈建议您进行预订 以便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特伦蒂诺上阿迪杰预约疫苗 就特伦托自治省而言 从7月15日起 可以通过省卫生服务局进行预订 也可以直接免预约 进入该省的疫苗接种中心进行接种 部分全科医生和药房也提供此项服务 但只有不服药或没有病史的人 才能在药房进行疫苗接种 普利亚预约疫苗 在普利亚大区的机构门户上 您可以寻找到疫苗中心的开放时间 以及可再找到可接种疫苗的药房列表 全民可前往接种疫苗 并且无需预约 西西里岛预约疫苗 在西西里岛 既可以从PostItalian的平台预订 也可以通过西西里地区门户网站预订 此外 可以通过拨打免费电话800.00.99.66进行预订 从周一到周五九点到十八点开放 预约信息只需填写税号 健康卡号和手机号就足够了 撒丁岛预约疫苗 需要通过PostItalian的门户网站进行预订 60岁以上的人 以及12岁以上的体弱者可以接受预订 温布里亚预约疫苗 从7月14日星期四上午8点开始 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体弱者 将能够通过门户网站预约疫苗接种 马尔凯预约疫苗 在马尔凯 可以通过PostItalian的门户网站 也可以通过呼叫中心 PostMed和PostMed进行预订 瓦莱达奥斯塔预约疫苗 从7月18日星期一开始 可以通过PostItalian的门户网站 USL网站 呼叫中心 PostMed柜台和邮局进行在线预订